还是力量的所在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每个人都有这一份心 也愿意 但是你如何保持这一份心 那叫修行 修行就是说 不管碰到任何境界 你还是保持空性或悲心 这个叫修行 那当然你必须要经常练习 你不经常练习 虽然你知道却做不到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问各位 各位不生气好不好 太简单 问题是今天晚上你回去就生气了 还不简单 做不到做不到 哇这是 你有一百个理由我要生气 所以那修行 知道跟做到 那是天差到地 那为了要做到 那各位要 故意去磨念自己那种痛苦的世界 你要去磨念 就像我要出家 我的师父知道我放不下我儿子 虽然我可以放下我太太 但我放不下我儿子 所以 所以我的师父就叫我打坐 他说你要好好想 你儿子怎么死的 被打死的 被火烧死的 被他的继父 伤害死的 你要一直想 想到很痛苦哭 然后想到不会哭 那就要放下 不然他跟我说 你出家 你还在想儿子 有用吗 你出家 还在烦恼你漂亮的太太 有钱的太太 跟别人跑了 你更气死 因为我出家的时候 我太太 他们都不让我出家 结果我就找一个出名的律师 等我决定要出家 律师就骂我 你要干嘛 我要跟他离婚 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 你太太这么漂亮 然后条件呢 我就开始写 所有财产 动产 不动产 小孩子肩负钱 都给太太 他说嗯 这样可以 哇 你全部给他了 后来他问我 为什么要出家 他连律师费 都不敢跟我收了 他问我 为什么要出家 我把出家的道理 告诉他 我不是不爱我太太 我爱他这辈子 我更爱他未来是 我希望他将来解脱 我必须为我生下的儿子 负100%的责任 我必须用我的生命 做他生命的模范 就像我们爱父母一样 我们爱父母要超度父母 那出家是为了报父母恩 出家是为了报众生的恩 而不是享受一种自私的快乐 所以我刚刚跟我们几位 住在这边的出家人说 你不要享受这边 空气不错 你会生病的 你不能享受这边的安静 鬼会来找你 他说那住在那里干嘛 好好超度 好好征服自己的烦恼 不能怕鬼 师父有一点怕 怕是怕你自己 要跟石头斩 人家石头都不会怕 树也不会怕 为什么树跟石头不会怕 他没有一个我的心 他当然不会怕 那你会怕 那正好修行 那我们出家就是把这个怕 这个我 消除掉 那你要借这个机会来修行 而不是出家在保护这个我 你干脆养石头狗 陪着你睡觉好了 那你这样就不叫出家了 出家就是做什么 念一下 生命战士 伟不伟大 太伟大了 对不对 不怕孤独 不怕穷 不怕苦 不怕热 不怕冷 不怕鬼 那我说要 那是孤独 那这样出家才有意义 而且让你知道苦 你才知道别人的苦 如果出家是一种享受 那大家都跑来出家 就没事干 所以我想 我今天这样说 我也希望 念一下 互相超度 对啦 我希望把各位给超度了 各位你超度了 那我们更有能力去超度众神 所以快乐跟痛苦 决定在当下的心态 也就是我们一个智慧的心态 或是一个慈悲的心态 你想清楚了 没有人对不起你 只有自己对不起自己 对不对 有没有道理 不是老公对不起你 不是朋友对不起你 不是太太对不起你 不是国家对不起你 是我们自己 你要自作自受 万法为心造 今天你得到快乐 得到痛苦 得到健康 得到癌症 是你的心制造你自己 不是神 不是上帝 不是佛 这是佛教 给我们最好的心态 所以我们的心创造我们的命运 叫一心创死法界 请问我们的心可不可以做佛 我们的心会不会下地狱 也会 你决定吧 如果你喜欢生气害人 你就在地狱了 如果你很喜欢慈悲 帮助众生 那你可能在菩萨成佛的境界了 所以我们的心就不断地在轮回 但是 一心念佛 永不退转 所以如何让我们的心 在佛的境界 在极恶世界 如何让自己永远慈悲 不放弃众生 在佛的痛苦 不退转 这个叫修行 所以我想 这个超度的功德 来自于我们人类的修行 而不是说 法师 排位给你 交钱给你 你帮我超度 那法师倒霉了 交钱给我 我不卖给你了 所以我想 在这一点是 大家合起来的力量 而且我们今天超度 也绝对不是很自私 超度自己的祖先 或是堕胎胎儿 这样还是自私 你一自私 功德就很小 超度的力量就很低 所以佛要我们念一下 发菩提心 超度众生 那所谓菩提心是 所有六道轮回的众生 哪怕他做神 哪怕现在做总统 哪怕他下地狱 我都要对他的生命的 离苦得恶 负起绝对的责任 而且不依靠别人 我个人的责任 而为此来发 成佛的菩提心 来精进的修行 那这样你就有力量 超度 那如果你有这个力量 这样超度 请问这个力量 会像你堕胎胎儿 他超不超度 他会说 妈妈好伟大 他就超度了 对不对 哇我爸爸好伟大 超度了 请问你这种伟大的心 你的爸爸往生了 你这个伟大的心 你爸爸会不会超度 超度了 哎呀我儿子真伟大呀 他就超度了 所以念一下来 一指发心 九旋七主尽超生 所以虽然各位没出家 你发心就好了 这个发心不分在家出家的 观音菩萨是在家人 请问他有没有发心 发什么心 慈悲心 菩提心 这叫发心 什么叫发心 把小小的自私的心 变成广大无量无边的悲心 简不简单 简单要不要而已 不简单 这个世界 请问 从这边到南北极远 还是你你的心愿 地球大还是你的心大 心大 心可以观想一望的地球 要是吗 是要不要 只是各位现在把心弄太小了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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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 老婆 老婆 你在哪里 你故意把你的心 就把你弄得小小的 绑住那个地方 然后你越爱对方 对方越讨厌 为什么 这个受力点小 压力大 你要是变成平等的爱 双方都没压力 所以你这么强的 这种感情力量 只是关心一个人 早也打电话给他 玩也打电话给他 睡觉也打电话给他 然后他睡着还拉起来 老公 你爱我吗 所以因为你给他太大的压力 所以各位 众生皆有佛性 念一下 心 佛 众生 三无差别 这是佛讲的 佛成佛的心 跟我们凡夫的心一样的 心 佛 众生 三无差别 只是我们把心用错地方了 我们把心用在往外求 我要感情 我要成功 我要金钱 我要升天 那你的心用错地方了 我们要把心拉回来 你也是苦海无边 你也是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你往外去求叫苦海无边 老公对我好一点 老板加点薪水吧 儿子你孝顺我一点 那你苦不苦 太苦了 但是你照顾你的心就好了 不要把你的心 心肝掏出来交给别人 然后再怪别人 把你心脏丢在地上 是你自己找苦吃吧 如果你要把心肝掏出来 那可以放在地狱里面 放在恶鬼道里面 那你不对他无所求嘛 你只是希望他离苦而已啊 那你心里很平静 所以念一下 慈悲无障碍 慈悲无烦恼 自私最痛苦 所以你会痛苦 是你自私 如果你慈悲你就没痛苦 所以我再问各位 出家快乐还是在家快乐 那我再问你 那你为什么不出家 是你不想快乐 放不下 也是借口 你现在去找心心法师 马上理掉 不用就福报 福报是自己要不要有福报 当你生起一个悲心就有福报了 当你放得下就有福报了 你要放不下 你有一千个理由放不下 还没有 我儿子还没长大 还没结婚 还没生孙子 不会吧 找我好了 我们在台湾有一个 就是满七十岁的 都住在寺庙 叫如意聊 你就把家里放下 好好念佛 好好念佛 然后呢 每天念四支香的佛 吃饭 吃饭自己出钱 因为你们有钱嘛 吃饭一个月四百块美金 在台湾 没有四百 以前便宜 五十块美金 现在比较贵 他们自己付钱吃饭 然后他们在那边念佛 这样 所以 那在家出家 随缘吧 那佛陀只能说 你会照顾你身体的话 你就可以出家 这样 如果你已经没办法照顾你身体 那你就不方便出家 但是心可以出家就好了 对不对 虽然你生病了 老了 每天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就出家了 念一下 心在极乐 对对 你不要把心放在家里 你要把心放在极乐世界 你念佛 帮助众生离苦 心快不快乐 快乐 你不要 儿子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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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没办法 有些出家的还在儿子孙子 所以 前两天我儿子结婚了 所有我不在台湾 当然作为我儿子 我没有跟他联络 终于他长大要结婚 他第一个希望 就是希望他的爸爸 能够到现场 那是 而且对我来讲 当然我认为 我跟他 我没有直接跟我儿子联络过 我就透过别人跟他说 以做父亲的立场 我祝福你 希望你们婚姻快乐 但是以一个出家人的立场 我不能出现在那种 因为我不是你的父亲 在肉体上是 但是在身份上 我现在是个出家人 哪有出家人的儿子结婚的 所以我希望他能够理解 当然我过去的太太 更希望我回去 对不对 他到现在还没有放下我 这是正常的 因为我不是被讨厌的那种人 所以 但是我只能说 那就是希望他转化 对我来讲 这是一个缘分吧 我就利用这个缘分 回向给他 这样而已 但是我不能去执着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如果我回去 对他也来讲 对我来讲 都是个痛苦 我的心里又有一个 我有儿子 这个就对我是很大的伤害 当我有失心的时候 我就没有众生的想法 因为我会儿子第一 众生慢慢来 所以我想出家跟在家 是在这个心态的问题 就算你不能出家 但是你说世界第一 众生第一 其他随缘 那还好 但是如果你的儿子的 跟女儿的事情 让你很心痛 让你放不下 那就是你要修行的时间来 为什么 你要想想 哪一天你要往生 那